大家好我是战云祥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今天的一个整个节目内容当中 我们会跟各位谈到 整个大盘的一个格局的一个规划 因为毕竟整个环社最近 这样子的一个修正 已经修正了差不多快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因为毕竟从前部的高点修正下来 那接下来你该怎么样因应 这是第一个我们会谈到的重点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 这两天网通的族群 我们从端午节之前就开始介绍 以及布局 大家会员朋友买进了网通的族群 到目前为止 他是不是还会有机会 又或者是开始休息 等一下一并会来说 再来就是说接下来 最重要的就是7月19号 AMD的一个执行长 苏志峰苏博士要来台湾 要来台湾 那当然这个接下来有什么相关的机会 一并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 一一为各位去做一个呈现跟说明 那在接下来当中呢 我们要先请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先请这个我们的这个 观众朋友帮我这个切录一下这个按赞的一个部分 按赞订阅的一个部分 大家多多帮个忙 因为阿翔老师这么辛苦的做这个节目 总是希望按赞数多一点 总是希望订阅数多一点 那订阅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 有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 你会收到通知 你就不会用在那边吃吃的等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也是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一个方便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还是再一次重申就是说 如果您是第一天看到阿翔老师的节目的好朋友呢 我要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习惯就是说 我习惯从产业的一个角度出发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看产业买未来 那看筹码就是买现在 那这两者合而为一 在辅助所谓的技术面的一个参考 就形成我们习惯的一个操作模式 这是阿翔老师长期下来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一个 算是一个小小的叮咛吧 不管任何时候 你就是买未来会成长的一个产业就对了 买未来会成长的一个产业就对了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目前为止 我们先来看整个大盘的一个部分 那有时候谈到大盘呢 当然大家都会关心 就是说走到目前为止 整个盘是今天很重要的就是 盘中反攻一度大涨100多点 134点 但是很可惜最终在11点过后 整个急杀下来 整个又急杀下来到后面最后的一个翻黑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整个加权指数 反弹失败 这个最后收黑 明天再续跌的可能性是增加的 再续跌的可能性是增加的 不过还好一点是 到尾盘收盘 它的量有稍微缩了一点点 那当然在短线上来说 你的压力月线跟颈线的一个压力 我都有写在上面 你就好啊 这个投资朋友要参考了 你就提供给各位去做一个参考 但是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这其实是一个小小的 你不能说它是一个M头 它其实算是有一点点变形的一个形态 因为这边其实它是有一些量缩的 所以你要说是大个波段上来之后的ABC 其实我认为这反而还比较合理一些 但是呢就操作的节奏来说 它算是一个短空的一个格局 因为毕竟月线已经开始下弯了 月线下弯 短空中长多 季线往上走 拉回的时候你要中值 请你记得今天节目的最主要的核心重点 拉回要中值 要去找值对的股票去买 什么叫做值对的股票 一般来说可能最近好朋友会以前 这个常常会看说 这个营收一出来 越减年减 哇这个烂到爆炸 烂到爆炸之后股价 这个大家都会说越烂越会涨 当然那个是在多头的情况 有时候业内主力 他会这样做这样子的选择 业绩越烂的涨得越凶 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呈现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如果是以现在来说 我们就不能这么说了 越烂的反而他最近这几天 有一些比较营收公布出来 数字不是漂亮的 他反而会下来 他反而会下来 我们举例来说好了 来来看 就像3260的威刚 3260威刚 最近股价算是跌跌不休 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没有改变 但是呢比较可惜就是说 最近你会发现 他是连续四根的一个黑黑棒 整个往下杀了下来 连续四根的黑黑棒往下杀了下来 所以我们走到目前为止 我们要去观察一件事情 就是说短线威刚 如果你是只有威刚的朋友 回测到目前为止 他也开始做亮说 亮说之后呢 当然回测到季线附近 他会开始试图的质问 他会开始试图的质问 但是我们这边举例的威刚的意思 是要告诉各位 他的流离营收刚刚公布出来 的确是不怎么样 但是他中长期的一个趋势 是目前为止是没有改变 是因为记忆体 不管是DDR4DDR5的一个价格 他已经下跌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近还没有很明显的止跌 然后要反弹 但是他的跌势 已经开始慢慢有所趋缓 所以在这个族群当中呢 记忆体的族群 最差的状况 短线上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 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说 最差的状况 其实已经逐渐过去 所以是持有威刚的朋友 就不用去做杀地的动作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整个盘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再一次讲 短空中长多 拉回你要种植 拉回你要种植 那我再举例来说 就像最近前一段时间 这个航运股 连续每天的往上做一个冲刺 尤其是长龙 连续往上的冲刺 开涨停 开涨停 我开到这个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还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间 我的Light当中 我有特别写到航运股的部分 我说长龙连续的开涨停 在这边我们看 2603的长龙 如果你这个还原圈子来看 你会想先前他连续开涨停 到这个出圈后 那开涨停几天之后 开始爆量之后 今天就开始下来 那我在上个礼拜的Light当中 有特别写到 我说他跟万海或阳明 他会有产生一个比价的效应 但是你这边要特别注意 不要过度的追高 你不要看到长龙 涨停涨停 然后你就去 一直拼命的去追阳明 因为我后面Light上面 还特别写到了一个重点 我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 运驾有明显的反转要向上 因为运驾的一个 跟全球全世界的景气 有密切极其相关 还有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跟中国的一个 本身的制造业的 如果他还是跟以前一样 几乎中国的制造业 全部都集中在中国大陆的话 这参考性会很高 但是现在因为美中贸易战 很多的制造业外移到东南亚 所以你一直去看那个运驾 特定的一个运驾 上海集装江指数 那其实开始会有一点点失真 很多人是被这一点骗 被这一点骗了 所以你看你回过头来看 如果你有加入 阿翔老师的Lighted 你在上个礼拜 你就会开始比较谨慎一些 你就不会去追逐 2609的一个阳明 所以这个阳明最近看 整个A下来 A下来之后 你如果不小心有追到 最上面的 弹上来 你要留意一下那个卖点 你要留意一下那个卖点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一些比较热门的族群当中呢 你不管是技嘉 广达 伟创 或者甚至到今天跌停的信华 2376的技嘉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对他的看法是没有改变 多方是延续的做 但是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在较上的 你持有技嘉 持有伟创 持有广达 你就是抱着 等到趋势改变 什么叫趋势改变 月线破了 再做调整 到目前为止 这三支 都仅限于所谓的短线震荡 它趋势一直都没有变 但是如果你是在场外还没有买的 技嘉 广达 伟创 你是在场外还没有买的 我不建议你在这个时候上车 纵使他们后面有拉回 我都不会建议你在这个时间点上车 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看技嘉 几乎是前所未见 我们必须要说前所未见 看到技嘉能够涨到快300块钱 理解这个意思吗 那当然因为毕竟它也是有 有代工这个所谓AI的一个伺服的订单 但是总体来说 如果秉除掉这个订单 它的评价比微星跟华硕来说 技嘉还算是在老三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一点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毕竟是AI伺服所带动的 一个上来的一个动能 所以如果你是在场外没有买的 纵使拉回我都不建议去买 因为与其在这个时间还去追踪 已经涨了一倍两倍的股票 在这个时间的涨倍股反而会比较危险 我举例来说五二七四的幸福 今天直接杀了跌停 虽然它在技术面来说 它早就有征兆跟迹象 但是毕竟它算是一档指标 高价千金股的一个指标 这种高价股 这种千金股的一个指标 一旦这样子瞬间的一个下杀 背后就代表什么 大人或者是特定比较有资金的法人 他其实在最近的一个波动当中 最近指数修正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有一点点信心上的冲动 所以这一点投资朋友要特别注意 所以呢为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持续在关注我们所做的网通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呢我们把握时间赶快往下看 这些421拼网出这些都 我之前都讲过了 网通的一个美国占营收比重的部分 都已经讲过 我们就直接往下看 明太重期联手抢大饼 这也是之前都谈过了 那我现在要跟各位给各位看的 就是说第一个先交代 在网通的部分呢 重期我们这两天已经先获利下车 先前我买在差不多 带所有我们的会员朋友 买在差不多31块半左右 那是除息之前 他后来除息一块半 等于你的成本降低到差不多30块钱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算的方式是 30块涨到40.25 在上个礼拜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这个 在这两天已经先获利下车 全数先落贷为安 那为什么要先落贷为安 这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我们前面一开始不是说 老师你不是前面写的网通 十年难得一遇的一个大行情吗 为什么重期已经先获贷为安 这个背后的原因要牵扯到什么 牵扯到目前整个盘市的气势 多方的气势被大盘影响到 那重期我们也坦白说 看的他就是他的未来 看的就是明太跟重期合作之后 抢大饼这块的未来 我们不能看他的现在 你看他的现在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有人说这个重期是腰骨 最近长得这么凶 说阿翔老师你买到的股 要是腰骨 未来他不会是腰骨 但是现在来看他会是腰骨 所以背后意思是什么 我们正所谓长时重视 跌时重视 所以你看我们再带各位往下看 6285的奇迹 你看到没有 2023年7月6号 这个是我在上个礼拜 是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电索取的一档股票的研究报告 那一天我只送了这档股票 叫做6285的奇迹 这边写的很清楚 多方缺口之上就一片多做 那今天6285的奇迹 再继续往上冲 再继续往上冲 最高来到了116块半 那这个那天送资料的时候 股价在这个位置 两天之后就往上创新高 那我借由这两档个股的一个区分 奇迹我还获利续报 我买的位置差不多在95块钱 我还获利续报 这一天送资料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要告诉各位的事情是 为什么我起机还续报 重期先获利下车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要呼应我们最前面 一开始所说的 所说的什么 记不记得来 短空中长托格局 拉回你要种植 现在能够逆势上工 而且维持不受到大盘 压回的一个影响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位阶低 或者是种植有大人在顾的股票 那在起机的部分你来看 来 来 我这边写得非常清楚 去年EPS7块93 今年1到5月份 那时候6月营收还没公布 1到5月份累计营收增加了34% 然后先前在法术会的这个内容当中 我们有特别谈到 毛利率回今年目标是回升到12%以上 所以当你营收已经累积年增超过30% 毛利率又继续目标是继续往上看的 所以他今年的一个获利预估值 自然而然是很有机会超过这个7块93 所以我们在106 107的时候 评估这个这档个股 他今年的一个获利预估值 甚至还会在更高的情况下 甚至有机会挑战10块的情况之下 自然而然那个100出头的一个价位 当然他还会是一个买点 这就是所谓值的一个评估 值的一个评估 那当然如果到后面 整个大盘逐渐稳定下来 那当然重期就有可能 整个气势再继续往上走 所以这以上是我们今天 要跟各位表达的几个重点 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 最后一滴滴的时间 给各位一个提示 AMD的苏之锋博士即将要来台湾 我不认为会再刮AI的旋风 但是我认为会刮起半导体产业链 整个预估值在往上提升 所以最后给各位这样子的提示 所以总结下来 今天的节目重点 股票的拉回你要种植 先种植后面指数稳定住之后 再种市 先种植再种市 那奇迹我们目前还抱在手上 还有另外一档AMD相关的概念股 7月19号即将 苏之锋博士即将来台湾 相关的股票 我们也已经布局好 重期是先获利下车 赚了三十几% 以上是我们今天给各位的报告 如果你认同阿翔老师的一个节目 你也喜欢阿翔老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产业内容 以及个股的详细方向 欢迎持续锁定阿翔老师的一个社群 我们的IAT的一个社群就在上面 欢迎加入各位 谢谢各位 我们改天再见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